如果一个男人无意间看到美丽的少女正在水中沐浴,这偶然的巧遇可能带来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也可能让它毁灭。 这取决于你看到的少女是否会被爱情感动,或者这个少女不过是以此为乐游戏人间。 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七仙女的传说,东方的传说是金风玉露异相逢,便盛却人间无数的爱情诗。 而西方却是一曲朝朝暮暮,无穷无尽的悲歌。 请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和您探索在东西方神话中那些仙女沐浴的香烟传说。 哥俄斯是提坦神族之一,它名字的意思是查询、提问或智慧。 他的妻子是提坦女神腐败,意思是闪亮。 他们的大女儿乐托被赫西俄德描述为始终温和,善待人类的不死之神。 从一开始就很温和,是整个奥林匹斯山最温和的女神。 宙斯引诱乐托导致最温和的女神怀孕。 宙斯的妻子赫拉禁止任何陆地接受她分娩。 于是,乐托只好在世界不停地寻找可以收留她的地方。 在乐托悲惨地找寻分娩之地时,宙斯又看上了乐托的妹妹阿斯特利亚。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星星、星空。 阿斯特利亚为了躲避宙斯的强暴,化身为一只鞍蠢,扑向大海。 宙斯只好放弃。 但是,投身大海的阿斯特利亚又引来了贪欲的海王波赛东。 她在宙斯离开后,开始了自己的竹色征程。 于是,阿斯特利亚不得不二次变身,变成了提洛岛。 这是唯一不与任何大陆接壤,同时又不与海底连接的福岛。 因此,成为唯一可以接纳乐托生产的地方。 由于分娩女神艾雷西亚在奥林匹斯山上和极度的赫拉在一起, 因此,在提洛岛上的乐托分娩了九天九夜也无法生下她的双胞胎。 我们知道,在生物界,只有人类的妇女分娩才有奇高的风险。 这主要是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脑容积不断增大导致生产的困难。 而这危险的解决直到1734年, 英国产科医生彼得·张伯伦 与1600年发明的现代产前的秘密被公开,才获得重大的突破。 在这之前,往往发育完善的祖产更容易死亡, 而发育不完善的早产更容易出生。 因此,人的行动学家阿诺威尔提出了一个次优演化理论, 即人类的演化主要由次优淘汰最优完成。 例如早产淘汰最优的祖产, 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就是第一个创新者被淘汰, 次优者才会获得成功。 在政治生态中,也会呈现最优劣是、次优国事的现象。 代表大海危险的陶玛斯和三千水仙女之一的伊莱克特拉结合, 生下了伊丽丝。 她是彩虹女神,同时也是诸神的使者。 伊丽丝给艾雷西亚送去一条项链, 然后劝说她去协助勒托。 终究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于是,艾雷西亚和伊丽丝一起来到了提罗岛。 分娩女神艾雷西亚允许乐托的孩子出生。 乐托于是生下了双胞胎, 月神阿尔特弥斯和太阳神阿波罗。 代表正义的女神特弥斯带来了神喝的仙传利酒, 安布罗西亚。 所以,日神和月神不是喝奶, 而是喝神仙的穷江玉叶长大。 另一个传说, 乐托伪装成一匹母狼去寻找利西亚的狼果, 因此经过了十二天十二夜才分娩幼崽。 无论如何, 这样难产的神应该是最优的神吧。 至少日神和月神也算是奥林匹斯山上神界的国士有双了。 我们前面《命运之轮》运怒而飞, 讲过阿尔特弥斯神庙的故事。 在《命运之轮》命被侮辱与被阉割的女人, 我们还讲过波塞东强奸了雅典娜的祭祀美杜莎, 引出了波尔修斯征服美杜莎的故事。 因为卡西俄破亚夸耀自己的女儿安德洛莫达的美丽, 引起了波塞东妻子安菲特里推的嫉妒, 他让波塞东惩戒安德洛莫达。 但是破尔修斯就走了安德洛莫达, 并娶他为妻子。 不过对于不死的神来讲, 他们有的是时间, 即使偶尔被人战胜, 他们也可以耐心等待。 破尔修斯有两个儿子, 长子梅斯托尔, 次子鄂勒克特里翁。 梅斯托尔意思是顾问, 他和吕西迪斯生下了女儿西伯托伊, 这个名字意思是像母马一样敏捷。 西伯托伊成为了波塞东的新猎物。 所谓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波塞东将西伯托伊鲁走到爱奇纳德群岛, 生下了儿子塔菲乌斯。 塔菲乌斯创建了塔福斯, 并成为第一任国王, 成为这里的居民塔菲利亚人的祖先。 塔菲利亚人是航海家和海盗, 并从事贩卖奴隶的贸易。 梅斯托尔的弟弟厄勒克特里翁, 以为琥珀色、闪亮、白翅。 他娶了欧利迪克。 欧利迪克的名字由宽广和正义组成。 欧利迪克的来历, 可是不同寻常。 这先要从月神阿尔特密斯的故事讲起。 当乐托生下女儿阿尔特密斯后, 宙斯对这个美丽的私生女特别恋爱。 大概也为了弥补情人乐托分娩的苦难, 无论阿尔特密斯想要什么, 他都会答应。 于是, 阿尔特密斯成了司长狩猎、荒野、野生动物、 自然、植被、分娩、 照顾孩子和真操的女神。 他又向父亲宙斯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他要天上的月亮。 宙斯立刻将月亮赠送给他, 阿尔特密斯成了司长月亮的女神。 在希腊神话中, 赛勒涅以为月亮, 是月亮的本体神, 阿尔特密斯是指掌月亮的神。 赫利俄斯是太阳的本体神, 他有两个绰号, 上面的人和闪耀的人。 而阿波罗是指掌太阳的神。 我们在前面《命运之轮》, 《逆人肉沿袭》中讲过, 宙斯的私生子坦达罗斯有两个儿子。 坦达罗斯杀死了大儿子, 给奥林匹亚诸神烹尸。 他的另一个儿子布罗蒂亚斯是一名好猎手, 但他拒绝尊重阿尔特密斯, 并吹嘘没有什么能伤害他, 甚至连火也不行。 于是, 阿尔特密斯将布罗蒂亚斯逼疯, 导致他走进火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古希腊的狩猎女神街上, 人们会搭建一个火葬台, 在上面举行焚烧人像的仪式, 就是纪念波罗蒂亚斯所受到的惩罚。 阿尔特密斯非常喜爱沐浴, 总是在山野林间和大自然坦诚相见。 当然, 有意无意的, 总是被年轻帅气的男子撞见。 惩罚这些欣赏女神美丽动体的男子, 也是阿尔特密斯的爱好。 大概这也是贞洁女神, 宣示自己贞洁的独特方式。 希普罗特斯是一位克里特岛的英雄, 在一次狩猎中看到了阿尔特密斯沐浴。 阿尔特密斯为了自己的贞洁, 他把希普罗特斯变成了女人。 这是希腊神话中又一起变性人事件。 另一起是海王波赛东强奸凯尼斯后, 将他变为男人。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在命运之轮, 逆黑色真相, 讲过。 相比希普罗特斯, 阿可泰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是希腊神话中, 祭司牧人阿里斯塔乌斯和迪比斯的公主, 奥托诺厄的儿子。 阿可泰翁在西台龙山狩猎时, 无意中看到了阿尔特密斯沐浴。 他停下脚步, 凝视着他, 惊叹于他令人陶醉的美丽。 阿尔特密斯禁止他说话, 诅咒, 如果他试图说话, 就会变成一头雄鹿。 此时, 阿可泰翁的猎人同伴呼唤他, 他脱口而出地应答, 让他立即变成了一头雄鹿。 阿可泰翁饲养的五十只猎犬, 没有认出主人, 将化身为雄鹿的阿可泰翁追杀, 并撕成碎片吞噬。 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来自卡吕东的阿斯蒂诺姆。 他是阿瑞斯的儿子, 这位母亲阿瑞斯是女性, 不是男性战神阿瑞斯。 阿斯蒂诺姆也看到阿尔特密斯沐浴, 于是他被女神变成了一块石头。 坦达罗斯的女儿尼厄伯结局也很悲惨, 他的女儿们也是被阿尔特密斯杀死。 我们在后面章节中还要详细叙述。 在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中, 月神都是温柔和多情的。 毕竟, 夜中明亮的月, 照亮了男子去往心中女神的路。 古希腊神话中, 司长月亮的的真结女神阿尔特密斯, 显得过于残忍, 他用美丽戏男性, 又用不同的诅咒给予他们惩罚。 他的沐浴, 成为了对爱情惩罚的游戏。 这或许就是真结女神的一种自我刺激吧。 相比阿尔特密斯的残忍, 汉传神话中的天女沐浴, 结局就要温馨许多。 传说天地有七个女儿, 经常到凡间的河流中沐浴。 一个放牛娃, 后来被称为牛郎, 偶然看到有七只鸟飞到河边, 脱去羽毛后, 变身为美丽的青春女子在水中沐浴。 牛郎偷偷藏起了最小女子的羽毛衣服。 七个女子发现有男人偷窥后, 纷纷穿衣飞去。 唯有最小的七仙女找不到衣服, 只好留在河里。 牛郎恳求少女嫁给她, 仙女无奈只好答应。 于是男人把自己的衣服给女子穿上, 带她回家。 婚后两个人, 男更女之, 育有几个子女, 恩恩爱爱也是快乐的人间生活。 这嫁给牛郎的最小的仙女, 后来被称为织女。 时间长了, 织女思念父母, 于是悄悄询问牛郎的母亲, 得知自己的羽衣在骨仓稻子下面, 于是穿好衣服, 重回天上。 回到天上的织女, 受到父亲天地的责罚, 不能再返回人间。 但她又思念自己的夫君和孩子。 于是天地规定每年的七月七日的夜里, 即七夕之夜, 让喜鹊在银河搭桥, 牛郎用担子挑着自己的儿女和织女在侨心相会。 人们在凡间仰望, 可以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 汉族人称这一天为七夕节, 又称奇巧。 该节日于公元755年, 由孝勤天皇引入日本, 称为七夕, 以为七夕之夜, 也被称为星祭。 甘宝, 自令生, 心菜, 经属河南驻马店市新菜仙人。 是东晋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 智怪小说的创始人。 他编写了三十卷的《搜神迹》, 专记录民间传说《陷阱存》二十卷。 他在世史, 是西方基督教有关圣父、 圣子身份大讨论的年代。 最终, 罗马帝国皇帝弗拉维乌斯、 瓦来里乌斯、 奥勒里乌斯、 军士坦丁, 于325年, 在小亚西亚尼西亚城, 经土耳其伊兹尼克, 召集全国各地基督教主教三百余人开会, 确定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豫章心欲献男子, 见田中有六七女, 皆依毛衣, 不知是鸟。 仆府罔得其义女所解毛衣, 取藏之, 即罔救猪鸟。 猪鸟个飞去, 一鸟独不得去, 男子娶以为父, 生三女。 其母后使女问父, 之依在鸡道下, 得知, 依而飞去, 后父已迎三女, 女亦得飞去。 牛郎之女的故事, 在西州初年的诗经中就有, 应该是很早的汉传神话故事。 流传过程中有很多演变, 结合到中国民间传说董勇的故事, 牛郎就有了名字, 变成了董勇。 汉传神话的天地, 是神界的最高领导者, 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地位。 但好像汉传神话的神对人间 极少干预。 自己的女儿被凡人劫持, 好像她也不出来搭救。 女儿回家, 父女之间虽然很是气恼, 但也默认了这段婚姻。 人间, 神界不可往来, 还是在每年七夕 让小夫妻团聚一夜。 和古希腊的神比起来, 汉传神话的神 简直就是林家的老大爷, 最多以老迈老闹点脾气, 好像没什么让烦人可怕的。 不知道这是不是专虚地, 绝地天通的结果。 这个故事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里不再追溯。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我们已经讲过, 希腊神话中, 安特罗斯是对蔑视爱情, 拒绝他人追求的那些人 进行惩罚的神。 但他的存在好像若有若无, 对拒绝爱情的女神阿尔特弥斯 好像更是无能为力。 在中国汉代, 一些艺名的诗人所作的诗歌 被记录在一起, 被称为《古诗十九首》, 最早由梁朝昭明太子萧桶 编入昭明文选。 这段时间, 拜占庭帝国的罗马法学家 特里波尼亚努斯 主持编撰的《扎实丁一法典》完成, 并于于五百二十九年四月七日开始生效。 迢迢千牛星, 脚脚和汉女, 先先着肃手, 眨眨弄积柱, 终日不成章, 气涕零如雨, 和汉清且浅, 相去负吉许, 盈盈溢水间, 默默不得雨。 白话一文, 银河东南的千牛星, 遥遥可见, 银河之息的织女星, 明亮皎洁。 织女柔长洁白的双手, 伴随织不羁的声响翻飞, 整天也没有织成一匹, 哭泣的眼泪如雨而落。 银河看上去又清又浅, 两岸相隔又有多远。 两人相隔了一条银河, 只能含情默默, 相视无言。 美丽和残忍, 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幸运。 被美丽摧残, 或者摧残美丽, 都可以带来SM的极致快感。 越残忍, 越美丽, 越美丽, 越残忍。 以此, 宙斯, 赫尔默斯和波塞东来 拜访塔纳格拉的徐里厄斯。 徐里厄斯是波塞东 和阿尔克厄涅的私生子。 阿尔克厄涅指的是一种 发出悲伤歌声的海鸟, 尤其是翠鸟。 她是普勒阿德斯妻姐妹之一。 徐里厄斯为三个神 考了一枕头公牛。 为了感谢她的盛情款待, 诸神许给她一个愿望。 徐里厄斯无子, 于是请求神赐予她一个儿子。 众神拿起牛皮 把尿撒在里面, 然后让徐里厄斯 把牛皮埋在土里, 告诉她十个月后 把牛皮挖出来。 到了日期后, 徐里厄斯挖出牛皮, 得到了一个儿子 俄里翁。 所以, 俄里翁也是 大地母神盖亚孕育的。 俄里翁是一个 著名的猎人, 他声称能够猎杀 任何现存的动物。 他在西俄斯岛上 爱上了梅洛普, 为此他杀死 西俄斯岛的野兽 并掠夺居民, 为梅洛普准备猜礼。 西俄斯的梅洛普 是一个凡人公主 和普勒阿德斯 七姐妹中的 莫洛婆同名。 她是西俄斯岛国王 奥诺皮翁 和仙女赫利克的女儿。 奥诺皮翁 和赫利克 予有七个子女 梅拉斯 塔罗斯 马龙 欧安泰斯 萨拉古斯 阿塔玛斯 和梅洛普。 奥诺皮翁 不想把女儿 嫁给俄里翁。 沮丧的俄里翁喝醉酒后, 闯入梅洛普的卧室 并强奸了他。 愤怒的奥诺皮翁 将醉酒的 俄里翁的眼睛刺下。 俄里翁跌跌撞撞地 来到了利姆诺斯岛。 工匠与火之神 赫怀斯托斯的锻造场 就在岛上。 赫菲斯托斯 告诉他的仆人 赛达利翁 引导俄里翁 到岛的最东端。 在那里, 太阳赫利俄斯 将俄里翁复明。 俄里翁 回到西俄斯岛 要报复国王奥诺皮翁。 奥诺皮翁 只好躲在地下 逃过一劫。 俄里翁 符合所有女人 心目中男神的形象 健硕而英俊。 他来到克里特岛 遇到了勒托 和阿尔特密斯母女 他们一起打猎。 阿尔特密斯爱上了他。 在几经犹豫后 阿尔特密斯 向同胞兄弟 阿波罗吐露心声 为了嫁给俄里翁 他决心背弃 自己真结女神的誓言。 阿波罗大概对此颇有意见 但是没有公开反对。 黎明女神厄俄斯 也爱上了俄里翁 他和太阳 赫里俄斯 月亮 赛勒涅 是姐妹 他们都是提坦神 许破 李翁 与推亚的后代 许破 李翁 负责支撑 东边的天空 因此 他的孩子太阳 月亮和黎明 总是从东部升起 厄俄斯 将俄里翁 带到了提洛岛 一次在俄里翁游泳时 暗藏心机 想保住姐姐 真操的阿波罗 指着远方 大海中的一个黑点 对姐姐说 姐姐 你自夸是个神射手 那你能射中 那块遥远的礁石吗? 阿尔特密斯 毫不犹豫 弯弓搭剑射了出去 一剑穿透了 俄里翁的心脏 海涛把俄里翁的尸体 送到岸边 阿尔特密斯 才知道自己 酿成了大错 他紧紧抱着 爱人冰冷的尸体 诅咒再也不见 弟弟阿波罗 然后将俄里翁 提升到天空 成为猎狐座 从此以后 阿尔特密斯 命令月亮 不能和太阳同时升起 他们再也不会 在天上一起嬉戏 在另一个传说中 俄里翁 追逐普勒阿德斯七姐妹七年 直到宙斯 将他们全部提升到天空 成为猫羞星团 阿德拉斯和普勒阿尼 生下了七个女儿 普勒阿尼 也是三千岁仙女之一 他们生下的七姐妹 被称为普勒阿德斯 类似于汉传神话中的七仙女 普勒阿德斯七姐妹 只有最小的女儿 莫洛珀嫁给了凡人 其他六姐妹 都被奥林匹斯众神诱奸 成为众神们风流运势的配角 麦娅 可能以为如母或接生婆 她和宙斯生下众神的使者 赫尔莫斯 厄勒克特拉 以为琥珀 和宙斯生下达达诺斯 和伊亚西翁 塔与格特 后被宙斯强奸 生下了拉赛戴蒙 阿尔克厄涅 后被波赛东强奸生下 徐里厄斯 海波诺尔和 埃图萨 另一种说法是 许波雷斯和安塔斯 或埃波普斯 克莱诺 以为黑暗者 也被波赛东强奸生下了 吕科斯和尼克透斯 或欧绿皮洛斯和欧菲莫斯 斯特洛珀 以为闪电 被战神阿瑞斯强奸生下了 俄诺马俄斯 另一说是俄诺马俄斯的妻子 最幼小的莫洛珀 嫁给了科林斯国王西西福斯 并生子格劳科斯 她是七仙女中 唯一一个嫁给了凡人的女神 所以她丧失了不老不死的能力 七个姊妹 后来成为天上的卯素七星 在卯星团中 比起和众神做风流运势的姐姐 莫洛珀羞愧于自己的婚姻 从而遮住面孔 不愿见人 她化作的卯素舞 是众星中最昏暗 最难辨别的 卯素星团 又称七姊妹星团 梅西一星云星团表 编号M45 位于金牛座 在夜晚的天空中 可以看到猎狐座 追逐着卯素星团运行 就如同在地上俄里翁 追逐普勒阿德斯妻姐妹 请关注我 分享我 订阅我的频道 我期待您的点赞 也愿意和您一起探讨 神的心为学 下一期我们开始叙述 希腊神话中生米恩 斗米仇的故事 以及奥运辉的起源 秦官 自太虚 改自少游 好寒沟居室 淮海先生 扬州高游 近江苏高游人 北宋文人 他在世史 公元1066年 法国的诺曼底公爵 威廉 征服了英格兰 秦官的词 是对牛郎之女故事 最好的诵歌 也很契合 爱而不得的凡人和众神 先云弄桥 飞星传恨 银汉条条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白话一文 彩云在天空中巧妙的幻化 飞星传递着相思仇怨 悄悄渡过宽广的天河 秋风白露的七夕之夜 一年一次相逢的激情 胜过城市无数的陪伴 柔情绵绵如水 重逢如梦影飘渺 纷纷渺渺 不敢回望来时的雀桥 若是两情相悦无尽期 何必贪求 清清我我的招欢慕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